藝人楊成林一襲海鮮論 就引起了台灣輿論的熱議 那內政部在6號也在臉書照樣照劇 宣導反詐騙 並且列出7個笑死 其中一個竟然發現是笑死 竟然有人說在台灣吃海鮮很奢侈 明顯是在焰於楊成林的言論 引發網友正反的議論 來聽內政部賞徐國勇怎麼回應的 不要把內政部的 領書的小編的這一個 當作是罵國人 不要先下這個定義 這個不是在罵國人 他是在宣揚反詐騙 他在宣導反詐騙 所以請把他真正的意義看清楚 另外不要隨著中國來打擊我們台灣 我們的國民所得三萬多塊美金 我們台灣人不會吃不起海鮮 再怎麼窮 台灣人從小吃海鮮是很正常的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詆毀我們的國人 詆毀我們的經濟 所以年輕人他用他的創意 用這個來反詐騙宣導 我支持他們 內政部的臉書小編列出七個笑死 似乎在暗酸楊成林的海鮮論 那台北市議員 徐巧鑫也列出四個笑死來反諷 分別是笑死了 內政部長竟然吃姑婆玉吃到中毒 笑死 內政部長的女兒在陳時中的選辦工作 還不敢讓人知道 笑死 內政部長徐國勇被郭董點名 應該下台 一邊說不戀戰 一邊對記者動怒撥開人家的手 最後一個笑死是 人家說的是自己以前家裡窮 所以吃海鮮很奢侈 內政部的臉書竟然斷章取義 台灣藝人的發言 那徐巧鑫的批評內容呢 內政部的臉書竟然斷章取義 台灣藝人的發言內容 你覺得有哪些地方笑死 我們可以在聊天室一起來聊一聊 好 我們看到這個藝人楊成林 因為在節目上面 大陸的節目上面 聊到餐桌上的豆腐魚時 一發的言論就引起了熱議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跟上時事話題 當場推薦南區南灣的麵店魚酥美食 並機會教育跟大家科普一番表示 台灣也有豆腐魚 只是我們都叫它狗母魚 並且稱讚狗母魚的肉質Q彈細嫩 為俯成台南在地美食為傲 再來一樣是藝人 藝人楊成林的海鮮論 引起台灣輿論的炸鍋 那內政部在臉書就造句了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七個笑死了 其中一句笑死 竟然有人在台灣 竟然有人說 在台灣吃海鮮很奢侈 這很明顯是在 揶揄楊成林的言論 那我們就來聽聽 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他是怎麼看的 他是在講說他小時候的家裡面環境不好 台灣人很有同理心 如果你知道很多家裡面環境不好 小時候吃的沒有那麼多 像我小時候我家裡面環境也不是很好 我吃的東西老大 我現在也沒有印象 那你十幾二十年後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然後一句講法 然後就被擴大解讀被斷章取義了 好像說楊成林就是不愛台灣一樣 楊成林就是叛國一樣 好像要把他定罪 全民公審 我覺得這大可不必 沒有必要 楊成林就是一個很會唱歌 很會跳舞的一個藝人 他在演藝表演上 是備受肯定的 然後一句話被斷章取義 然後全民要公審他 我覺得當然網路上很多鄉民 會去公審他 那網路鄉民有他自己的鍵盤手 他自己要去上網比戰 那是鍵盤手 大家這是要言論自由 可是當你一個內政部 是一個國家政府機關 用國家工器也跳出來帶風向的時候 這就不對了 你內政部是沒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嗎 那如果你要反詐騙宣導的話 拿這種出來作為縮嘴的話 那你的小編 第一個小編不只帶風向而已 小編是非常可惡 小編是在操作這種對立 這一種分化這種做法 非常不對 這種小編才是真的詐欺 這種小編 內政部的小編 才以自己為例 作為一個詐欺的一個示範 為什麼要這麼講 現在警政署講說上半年的詐欺案 是一萬三千件 很嚴重 那這個是不是笑死 你說要笑死網友也做了很多笑死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有人說去柬埔寨一個月賺八萬塊 這笑死 那你內政部怎麼去做呢 所以包括很多人 比特幣被炸雞了 那內政部警政署沒有任何做法嗎 這不是笑死嗎 當然啦 你說ATM可以解除奔期付款 這些都是詐騙嫌疑的手法 美國將軍來台灣結婚 這也是炸雞的手法 可是你把這些零零種種列下來 那大家看一下 大家朋友看一下第七項 在台灣吃海鮮很奢侈 這不是斷章取暈嗎 那如果用這種說法的話 那是不是說在台灣吃牛肉 在台灣在台灣怎麼樣 都是很奢侈 那用這種做法 我覺得不倫不類的比喻啦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